捧和斗到底哪个重要 孙岳却忍不住打哭月云鹏 捧斗之争这个梗 被多云社玩到了极致 捧斗之争不过是节目效果 而有的斗根却不这么认为 相声员都很清楚 没有捧根斗根的包袱根本抖不出去 就像郭德纲所说 相声三分斗七分捧 斗根的演员要清楚 如果一个包袱想了 不是斗根斗的好 是捧根捧的到位 要谢谢人家 如果没说好 只能说斗根的包袱设计的不够 你知道我 我特别喜欢写相声 所以呢 我不舍得离开相声协会 就忍痛考上了博士 博士还有很多年才毕业 我不想耽误你了 咱们结婚吧 不过上梁不正下梁歪 等于是全员台上嫌弃捧根演员 还是郭德纲自己带着头 作为陪伴老郭一物风雨的千大爷 老郭屁股一掘 于千就知道他要拉什么使 宁儿也造就了台上数不清的名场面 作为郭德纲媳妇的娘家兄弟 张艳雷在台上惹到自己的捧根 照样得把人家给混回来 不然接下来就没得说了 我到了我家了 我什么都敢说 就这个货 你让他站在桌里边 跟他捧根 算照顾他 这怎么还 你让他出来 嘎蹦死这了 吓死他 他不明白什么叫豆根 他到现在都没有明白捧根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这个挺 挺伪 最为经典的场面 千二大爷带着所有的捧根霸气登场 瞬间压倒了平时耀武扬威的豆根 而老郭也只能获信你 毕竟总不能以后大家都说单口 内部不团结的话 老郭壮大相声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作为相识界当之无愧的一哥 德云社真有那么团结吗 台上无大小 台下立规矩 这是德云社自上而下的共识 张克伦台上屡次吐槽郭德纲神高 我师父个头不高 对 对不对 现在再来说 这是咱师父 你说可能可能高了 您这是矮了 咱不提个头 您老说 这因为总是我说我师父个头的原因 我师父在后台没搞骂 那可不骂 当着所有徒弟的面 嗯 指着我鼻子骂我 我们亲眼得见 而师父郭德纲只是笑笑 欢乐喜剧人舞台上 郭麒麟对着月圆鹏说 父亲郭德纲用特权有内幕 最后的冠军一定是自己的 老郭不仅不生气 反而一笑而过 虽然在表演中大家各种开玩笑 但是到了台下一个比一个绅士 老秦脱下了衣服 周九良拦住老秦的兽 让德云社的教养显露无遗 阿姨 阿姨我行了 站起来 站起来 来 秦脚贤在给师父和亲儿大爷倒完水之后 随意地将糊放在桌上 看到糊嘴抄的方向 老郭温和的交徒弟 秦脚贤虚心接受 赶紧将糊嘴抄强 入门不久的秦脚贤尚且如此 作为儿子郭细林在教养方面 又怎么可能会唱 你看说像在台上可能开玩笑 大伙觉得闹着玩都没边了 但是台上无大小 台下利益规矩 人讲理为先 数讲职业为原 不懂规矩 慢说是做节目 在哪都活不下去 难怪粉丝们都说 生子当如郭麒麟 作为粉丝亲风的堂主 看到师父面前空空若野 孟和堂连忙将自己手中的捧花 恭敬地放到了师父手中 除了对长辈的尊敬 师兄弟平日里的相处 也处处可见和睦 对内常见的聚餐酒局 毫无顾忌发到朋友圈的丑照 因为知道关系气 所以完全不担心对方记仇 阮云平更是因为小月的一句话 尝试调整自己多年的说话风格 给予师弟们更多支持和鼓励 当然 作为师父的得力助手 德云师的发展还是第一位的 但在优秀给力的偶像的引导下 作为衣食父母的粉丝们 也都是温暖善意的存在 你敢站出来告诉我你是谁吗 再这么闹你就给我出去 这五分钟就这么难等吗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老郭怒哄挑食观众 闹事的粉丝会友 但毕竟是手术 而在2010年德云社复演 台下做了满满当当的观众 而给当时因退社事件 备受打击的郭德纲莫大的鼓舞 为了感谢粉丝的一路支持 郭德纲将复演当天 也就是9月12号定为钢丝节 每次上台郭德纲都会拜谢一时父母 江山父老能容我 不使人间遭孽前 是郭德纲对观众最深的感激 在老郭鲜少上台的这些年 其他弟子也能撑起一片天 粉丝也变得年轻化 有很大一部分是德云女孩 因此有个粉丝带着孩子看相声 结果发现很像岳云鹏 一度被钢丝称为德云社私生子 不知道钢丝在开玩笑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月月会贵搓衣板 当然更有可能是故意的 喜欢老金的恶姐 悲开玩笑也坚持做键盘 甚至越来越多粉丝 觉得被演员调侃很好玩 于是陆续有粉丝开始接话 看到台上演员接不上话 观众好像更满足 不管是德云社师徒之间 师兄弟之间 还是粉丝和德云社之间 都更像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看了这样的德云社 你还相信曹云金退社前 指责郭德纲的言论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